原标题 因此人往往认为奥巴马少美丽史上第一个黑人统治者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一个黑人奴隶成为了欧洲大陆古罗马帝国的皇帝 此人便是马克里努斯 然而可惜的是他在位仅仅一年便被士兵杀死 马克里努斯的父亲是一个黑人 在一场战役中被古罗马军队俘虏 因此成为了一个奴隶 在当时倘若一个人成为了奴隶的话 他的子孙后代便都是奴隶 也因此马克里努斯一出生便低人意等 马克里努斯的生活环境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他适应了这种生活之后 发育得还不错 不仅长得十分健壮 而且反应也十分灵异 动作敏捷 因此马克里努斯被他的奴隶主 卖到了一个决斗场 并成为了一名决斗士 马克里努斯十分厉害 他在决斗场中浴血奋战 并创下了连续一百场对决不败的神话 当时人们有个规定 倘若能够做到一百场不败的话 决斗场会还此人自由 就这样马克里努斯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曙光 后来马克里努斯在罗马工作了三年 并成功获得了公民权 当时罗马和波斯正在打仗 马克里努斯作为一个罗马人 保卫国家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此他选择了参军 马克里努斯是英勇的 每次打仗他都冲在最前面 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并被奉为了将军 然而马克里努斯想要的不仅仅是将军的职位 此时的他野心勃勃 想要成为万人之上的王 后来马克里努斯因为在和波斯的战争中 获胜而获得了民心 此时的他开始煽动大家费了酒 皇改立自己位皇帝 事实证明他确实做到了 并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王 然而好景不长 马克里努斯刚登上皇位便开始享受 在皇宫和民间挑选美女 在短短几天内就选了几百个美女 成为自己的妃子 在罗马 无论一个人的身份如何 他们都是一夫一妻的 因此 马克里努斯的举动受到了人们的反对 虽然如此 但是人们依旧没有反抗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马克里努斯还横征暴敛 最终激起了民愤 在一次起义中被士兵杀害 参考资料 马克里努斯传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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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